大家好,我是泡泡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货币都在加息 唯独中国在降息 似乎很难理解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原因 首先,根本不是全世界在加息 主要是美国 其他的加息的国家都是什么巴西 阿根廷、智利亚、墨西哥等等 而东南亚三国、中日韩都好像没有加息 反而是以减息为主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就说美国的加息和中国的减息 先说说这个息是啥 息就是利息 利息可以是贷款人的收益 同时也可以是借款人的成本 那么加息就是提高贷款人的收益 增加借款人的压力 所以货币流通速度就降低了 反之就是减息 美国之前印钱收割全世界美元超发太多了 货币流通的速度过快了 通胀严重 所以要降低货币的流通速度 而我们降息跟美国加息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之前美元降息期间 因为利息低 资本就从美国借出大量的美元去其他国家投资 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 因为这些地方市场好 资本赚的钱减掉利息之后还能获得大量的利润 那美元进入这些国家之后 要换成当地的货币使用 那么美元就存在该国银行成为了美元储备 这相当于该国的货币超发 市场上的钱多了很多 通货膨胀了 这些钱流通速度快 到处投资建厂 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老百姓工作好涨 钱好挣 股市楼市都涨 看起来经济很繁荣的样子嘛 所以你看美元降息 不光他们本国货币流通速度快 连国外的货币流通速度也快 美国为了压制通胀 采取加息的策略 让美元回流美国 现在全球都在通胀 我们又是最主要的出口国 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第一 第二贸易国 而我们面临的是通缩 说白了就是全球都没有钱了 没钱买我们的东西了 外需全面下降了 那么这造成了 我们原来过热的市场 迅速冷却 房市股市下跌 工厂关闭 工作岗位减少 经济就放缓了 现在我们国家的现状 就是大量的产能闲置 或者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 一个商品如果消费者不买 企业不买 国外也不买 那这个商品就卖不出去 工厂没有订单 生产萎缩 就会形成危机 所以经济危机又叫做 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在这种危机当中 企业不贷款 不投资了 老百姓也不消费了 拼命的储蓄 这样又造成了内需萎靡 所以国家急需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 就只能降息了 一来刺激企业投资 消耗掉重化的工业产能 二来刺激居民消费 来消耗轻工业的产能 这就是我国选择在全球普遍加息的情况之下 降息的原因 总结一下 你把全世界看成一个大系统 中国就是供给端 其他的算作是消费端 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 导致的结果就是 消费端通胀 供给端通缩 所以美国等消费型国家 要加息抑制通胀 因为他们经济过热 通胀严重 企业胡乱投资 居民盲目消费 需要加息帮企业与居民来冷静一下 而中国这类制造业国家 需要减息 抑制通缩 因为我们经济不太行 企业不投资 居民不借钱也不花钱 需要降息来推企业和居民一把 让他们动起来 别再躺平 美国的加息通胀压不下去 和我们国内降息需求提不上来的 内在原因是相通的 也是因为硬币的两面 好 以上的这些解释不知道大家认同吗 有什么意见 可以一起来讨论 我是泡泡拜拜